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是守在了所有均线之上 可是今天在亚洲股市全面性走跌 如果按照过去的惯性来看 台北股市今天应该要立手收红 或是呈现了小跌 可是没有想到 台北股市跟亚洲股市一样都是大跌 这惯性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惯性被打坏了是不是 其实惯性没有打坏 我想不仅我们是亚股第一强 我们台湾也是亚洲第一个最好的民主国家 每个人都表达这个权利的机会 老实说我个人是因为有这个服貌 因为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QE退场 或者是不排除明年春天就要升息 我基本上对这个内外夹杂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我不把它利空再看待 我认为是利多 请你告诉我嘛 你这一波上去 你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有效筹码沉淀 你将来压回的空间就会更大跌幅 来到这个地方8787你不要过 用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大家所说的内忧外患 对我来讲的话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的机会 因为这样子的讯息 我感谢这样子的讯息 那我当然不能说感谢这些学生 那我总觉得就是说 在一个台北股市目前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 绝对利空比利多好 各位还记得利多 利多成利多如果大量开高走低结束 各位那现在你说今天 常会有出大量吗 有没有出大量 没有没有出大量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利多吗 不是啊 大家都认为是利空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格局我认为 这就是各位的一个机会 这各位的机会 我一直不断的强调 最好都是利空 最好台北股市就是平凡 这样子你才有机会 真正对一些个股啊 好的个股做出所谓的波段规划的布局 那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利用下跌 好的个股分批买进 你慢慢买 你就会得到波段规划的获利 所以说基本上我对服贸 或者是针对美股 我认为这两个讯息 我是用乐观的方式看待 我是高兴的 这个部分先跟全国投资朋友们 谈到这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 当然坐在电视机前面 你现在听孔强子这些言论 你有些意见 有一些疑问 还是服贸利空 你看你的股票被套牢 这个美股这个不排除提早升息 搞来搞去的你看美股搞不好这边做头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目前的一个债工的格局 可行政台股压力害你的股票全部都 等于是说满手的股票满手套牢 我知道啊 你可能真的是满手股票 有人性的弱点反正就是强势股就去追嘛 每天看节目 那个分析师连线讲什么什么 这个邀访新的节目 这个分析师讲什么 搞不好每一档都有 你搞不好十档二十档 搞不好三十档股票都有可能 结果这二三十档股票几乎全面套牢 因为你买的时间点不对 还有你买的标的不对 你的资金又分散 那你全部套牢 全部套牢 你现在这就是你的问题 孔老师我现在股票全面套牢怎么办 怎么办 还有 你手上有二三十档股票 有的赚 有的跌 有的苦有的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白忙一场又忙又累 还白忙一场 怎么办 哎呦忙忙不可度日 明天该怎么办 哎呦福茂的一个利空卡在利院 还有还有这年轻的学生在立法院喝酒 喝啤酒 那个照片都出来了 对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吗 我告诉各位你不要排斥了 这些学生未来他会走他自己的路啊 就如同股票 他将来也会走自己的路 不同的路啊 不同的学生走不同的路 同样的学生也会走不同的路 各位这个都不要你去担心 重点是重点是 你手上的股票要走什么路 那怎么做 有的赚有的赔 大部分赔 结果又苦又累 搞了那么多股票 也没有办法照顾 更何况有的几乎全面都套牢 这是你的问题我听到了 对不对 对啊 这是你的问题 我听到了 我也知道了 那问题重点是 要怎么解决嘛 对吧 你也想解决的问题嘛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同样还是有福报 福报绝对不是一天就解决了 同样是明年春天会 美国这个 不管失业率或 不管是什么通膨2.5 什么失业率6.5% 他明年升息 这一定是确定的 问题重点还是在选股啊 问题在选股 要解决你手上的问题 只有一个 移股 换股 换到具有波段规划的股票 换到具有波段潜力上升的股票 我有没有 我当然有啊 所以说这是我告诉各位金赚单股的原因 金赚单股就是帮各位资金集中 金赚单股就是帮各位要创造大幅的财富 成为2013年2014年股是最大的赢家 你说股票要那么多干什么 股票真的赚真的涨 一挡就够嘛 不是这样子吗 都是这样子吗 各位看一下 327的原相今天是不是在过高 哎呦立法院有服貌 哎呦立法院学生还有喝啤酒的 哎呦直播到那个什么 那个美国电台CNN吧 现场实况转播 那这些利空也没有影响到原相 今天过高的一个实力啊 赚28%买点加码点一路上来 各位我不是跟各位谈一天吗 那你说你手上要那么多的股票干嘛 你手上如果是有原相的话 现在在这个地方就稳搭搭坐在教中 等着别人给你抬教 CMOS缺货 我跟各位谈 基本面我可以跟各位谈很多 未来我有演讲会的时候 我会跟你 我的演讲会绝对超过三个小时 我会跟你讲全部的基本面 但是在这个节目中 我只能用重点来跟各位谈 CMOS缺货就对了 这就是趋势 我们做股票不就是做趋势股票吗 那你说要当时当时当时 回到过去每个人都想啊 我也想回到过去 我不是想回到过去买原相 我想回到过去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要到立法院去喝啤酒啊 哇那时候怎么可能 现在可以 但是我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对你来讲 你也没有办法回去到 53块7的原相吧 现在68块6 我没有办法带你回到53块7的原相 对吧 原相怎么攻的 这一波从这个地方 2月18号就跟各位谈的啦 这一天 每天跟各位追踪突破回撤加码 警线对吧 过高 过高之后横盘11天 11天你要有耐心 你要有时间 震荡3月7号3月5号 两根长黑 你要有信心 你知道他的产业深度 之后涨停 创新高 再涨停三天第二根涨停 再过高 今天 再过高 这是我的股票 你如果有这一档股票 你告诉我 你需要有这么多的股票 那么累那么烦 那么辛苦吗 所以说 你会涨的股票 其实一档就够了吧 你何必要有这么多的股票呢 不需要各位 那各位你也知道 我的股票全部都是波段的 那原向28% 原向什么时候布局的 加权指数八千六百点布局的 今天加权指数收在八五九七 八千六不到 可是原向今天在过高 你要选的股票 是这样子的股票 而不是说你满手的股票 每天听 每一个分析师报的不同的股票 稀痒痒的 人心的弱点 这个强就是好 各位啊 一档波段规划的股票 它有横盘 它有正道 你永远记住这句话 重点是它有没有波段的一个动能 对吧 28%的原向获利 再来 所以说 会赚钱的股票 一档就够 你真的不要有十档二十档 把心静下来 把心静下来 原物料好 好 好 涨啊 那就涨嘛 金融股好 政府要做多 要选举七合一 搞来搞去 要做多 好啊 我也希望涨啊 可是问题就是说 当你拥有资金 你要做资金集中 你要做所谓的金钻单股 你就是要把你的资金集中起来 你才有办法成为有钱的人啊 你每天变变变 换换换换 你到底累积了什么程度呢 获利 这是一种不治的 投资朋友们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要给各位的是 我的产业推导 我相信我13年的高科技专业 我绝对可以带给全国投资朋友们 最好的 最好的股票 在这种大家最害怕的时间 这种关键时刻 如果你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或者是白忙一场搞来搞去 还是赔钱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不要逆转胜啊 想不想要逆转胜 好像跟打麻将一样 前两圈输了好几万块 结果最后一将把它全部搬回来 这是最 最让人家欣喜的一件事情 如果有逆转胜的机会的话 对不对 8600点布局的原项 你看到了28%的获利 我没有跟你谈加码单 再来 请你告诉我 8700点我布局的4915的自身 这边 台北股市是8700点 今天收在8597 跌掉了100多点 结果自身今天创新高 32.8元 出手 CMOS缺货 亚马逊的 昨天这个地方还加码 昨天已经过高张听 28块7毛5 破断单 30块加码单 今天到32块8 跟各位谈过基本面 你如果真的想听我基本面的话 这个25分钟的节目 没有办法跟各位谈最多 谈那么多 将来我的演讲会 我会有三四个小时 我来跟你慢慢谈基本面 我慢慢跟你谈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是要用推导的方式 而不如说是我说了就算 你要把上中下游 所有的讯息把它整合出来 它逻辑是对的 那才确认这一档股票 好股票 原相跟自身全部 自身是8700点部的局 如果说你跟着我买自身 金赚单股一档的话 请你告诉我 需要那么多股票吗 真正赚钱的股票一档就好 28块7毛5 30块 今天来到32块8 有没有大赚 不要忘记哦 股市昨天压回今天压回 所以说好的股票 一档就够 你的问题我都非常清楚 满手套牢的股票 要怎么解决 满手的股票 有的赚 有的赔 搞来搞去 搞得那么累 搞得那么辛苦 每天在那边研究 每天看周刊 每天看股市的书 你赚到多少钱 我要问 问问你自己 看了这么多用功的 你那么用功 看了这么多的书 工商时报 经济日报 全部都 你告诉我 你赚了多少钱 问你自己 不要告诉我 我也听不到 重点是 股票市场 它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你进入股市 你就是要赚钱 如果没有办法赚钱 就不要进来 这个是我跟各位谈的嘛 好的个股 一档就够 如果说你的金钻股 不是远向 你的金钻股 不是自身 好 那我一样 8600点布局的旺席 你有这一档个股 65块半这个地方 来到现在 53%的获利 请你告诉我 中价位到高价位 你有档旺席 不是很高兴吗 你恨不得 把你手上的20档股票 全部都是换成旺席的 65块半 可是我没有办法让旺席再回到65块半 我没有办法让原项再回到当时我带团队成员 53块 54块这个地方的买进 我也没有办法带你回到65块半的旺席 所以说今天面对1500档股票 真正要选择的是好的标的 真正要选择的是好的标的 当时的这个位置 你错失了对吧 跟各位谈的产业深度 用最简单的数据来跟各位谈 我要给各位的是 有数据印在脑袋里面的印象 知道旺席 横盘的时候给他时间 震荡的时候要有信息 对这一路走来就是这样子 请你告诉我 你忙里忙外 买这买那 手上一堆股票 你有没有一档股票赚到53%的 现在手上有没有像原项可以赚到28%的 有没有像所谓的 自身现在赚到14%的 不要忘记自身是8700点簿的局 我要跟各位谈的是这个观念 你的问题我知道 问题就是说 你要不要解决你的问题 其实你要解决你的问题 你也很清楚啊 如果说孔老师现在给你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未来有五成以上的获利 拖断暴利 我告诉各位 你要不要换 以股换股逆转胜 关键时刻做关键的动作 来创造未来逆转胜的机会 这就是各位需要的 不是吗 趋势是看一个波段 趋势中将造就股价 可是不对一千五百档股票 都是这个原则 你要选对股票 哇 你有绿月多好 一百万赚五十万啊 对吧 一二六二的绿月 我没有办法让绿月再回到一百六啊 各位 是吧 我怎么让它回去呢 在当时在第一时间跟各位谈的 我也没有办法让信华回到一百五十四块啊 六十七%的获利 请告诉我 你拥有信华多么的 人生过得多么的精彩 你不过也就是说 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要有一些成就感啊 操作个股就这个观念啊 你要有个成就感 要选对股票 选对股票 尤其是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它可以战胜最大的波段获利 可以战胜大盘 这就是各位 你需要的 这也就是各位 你要解决你的问题 必须得到的一个 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对你最有效的方式啊 你的问题 我都知道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的关键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每个人都怕福茂 每个人都怕美股嘛 我告诉各位 对我来讲 我认为是利多 反而在这个时候 有好的股票让你做动作 也就是我所谓的精算单股 也就是我所谓的精算单股 将来我把这档精算单股 再带出来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你如果没有买的话 你心里面又在堂学 你又再回头看 为什么我没有当初 听孔祥词的话 买这一档精算单股就好 结果买这买那买那买这 空忙一场 一点意义都没有 有的个股赚了3%5%就跑 结果现在套了20%30% 没有走 怎么办 所以说一股换股 在关键时刻 做出逆转生的动作 你必须要有超人的勇气 只要你对孔祥词 对产业深度有信心的话 我欢迎今天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也就是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 让各位能够非常害怕的时候 我给各位最最最最大的帮助 各位 让你马上有钱 让你力转胜 让你能够以股换股 金赚单股 在非常时期的关键时刻 我精挑细选 我特别特别的降低门槛 让过去没有赚钱 还有未来想要赚更多钱的人 优先卡位 我只有10个名额 听清楚 锁定单股 锁定金赚单股 马上开始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好 我们股市盛首 所以先下马上回来 泳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的投资顾问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 022-2542-8999 022-2542-8999 年度盛会 台北世贸家居建材展 21日起 只有4天 敏感 疼痛 来自德国 德恩奈抗敏感三效牙膏 含Protessin ions 能渗透直达敏感酸痛神经 迅速消除敏感疼痛 轻轻松松抗敏感 添加独特亮白粒子 更能有效去自 美白 轻轻松松解决敏感疼痛 德恩奈抗敏感三效牙膏 台北世贸家具建材展 接轨国际顶级设计 21-24号 不容错过 两岸福贸协议 关系台湾超过上千项产业 国民党一字不审 全岸通过 你能接受吗 福贸协议重启谈判 不是不只是加权指数 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粒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年度盛会 台北世贸家具建材展 21日起只有4天 一般牙刷裁切研磨比较粗糙 容易造成法郎值及牙龈受损 我推荐德耐极净细丝牙刷 全新素材一体成型 细丝刷毛 不伤法郎值及牙龈 洁净长线 能深入牙缝及牙龈钩 预防蛀牙 护营短线 能按摩牙龈 清洁齿面 给牙齿双重保护 德耐极净细丝牙刷 台北世贸家具建材展 接轨国际顶级设计 21到24号 不容错过 让我的心随着咖啡箱 与你一起旅行 欢迎接着回到股市圣首 这个大盘呢 目前就孔老师的看法呢 这个大盘的指数 并不算这么重要 重点还是在说 各股方面的选择 如果说大盘呢 目前相对震荡局下 这个个股选择 的确是难度越来越高了 有没有一些准则 可以依循的呢 好 像我现在就这样讲 我说我有一档股票 唯一的一档股票 这一档个股 它的产品 有新的应用 各位你不要忽视新的应用 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有新产品 或者新的应用 或者是新的产量 都会造成它的营收 大幅的成长 各位要了解这个观念 那么这一档个股 唯一的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 它有新的应用层面 也就是说在今年上面 它的产品 它会进入不同相关 欧美大公司里面 相关的供应链 而造成新的应用 过去它的应用范围 可能是这么大 现在开始它的应用范围 是比过去这个范围 至少大上十倍以上 你告诉我 这一档股票 它今年的营收会不会爆发 你再回头去思考 它的EPS 会不会像脱缰的野马 一路往上飙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 了解到全球产业的脉动 你跟我也了解 这一档个股 哇 它是你的机会 是不是你就非常高兴 哦好福茂在这边考官闹得好 会不会就觉得 叶伦你讲得好 反正明年春天不排除升息的准备 你反而希望有这样子的讯息 让这一档股票下来 有比较低的成本买 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的问题 不要在意利空 台股不会因为利空而成为头部 因为它没有大的成交量 台北股市目前最怕利多 尤其是开高之后的长黑放量 现在都不是那这时候就是你必须要针对好的股票 你心里面真的研究够彻底的 产业深度你非常了解的 它未来会带动一个大波段上攻的 就如同我的绿月 我的信华 我的银帮 我的原相 我的旺系 我的自身 一样的观念 有这样子的股票 你心里面已经有定见了 就是这档金钻标股 我要把握外面现在拥有利空的时候 压回来 慢慢买 慢慢买 买购 满满 等它一个波段大上攻 就这么简单 对吧 我如果有这样子的个股 我也确认有这样子的个股 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把你手中的股票 以股换股 换到这一档个股来 未来成为逆转身最大的影价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你的问题我了解 你的问题我了解 满手套脑股票 或者是有的赚有的赔 白忙一场 又累又不爽的 对不对 又要看到福茂在那个地方 学生搞来搞去 现在学生都变政治家了 对吧 你凡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把它看成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让台湾更民主 更正面的力量 让这档股票拉回来 拉回来 有最低的成本可以做承接 所以说对我来讲 我告诉各位 我感谢有学生在这个地方 做抗争 我当然要为我的团队成员着想 有这样子的利空 才有这一档个股的压回 有外面外资的一个 美国这边的调高 预期提早升息的一个利空 我才有更好的成本 买进这一档股票带着会员 我当然要为我的团队成员 做最自私的一个规划 那如果说今天你有这样子的标的的话 是不是你也会很高兴 哇有好的成本可以做底线买进 因为为什么 因为孔祥词啊 没有办法像 让现在的自身 从32块8回到当初的28块多 我也没有办法原向 现在的68块6回到当时的53块7 我也没有办法让旺系 现在的接近三位数 现在回到65块半 我也没有办法让绿月啊 这么高的价位再回到160块 当时买进的价位 也没有办法让信华回到154块 我都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的这一档金钻单股 我就有办法让它成为 这些个股你都没有来得及的 未来波段获利的标的 最大的标股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了解你的问题 我今天在节目中 我来解决你的问题 我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什么 我解决你的问题就是这个 我有金钻单股 我解决你的问题就是这一档金钻单股 我告诉各位 当我开始布局一档股票的时候 这一档个股市 我站的高 我看的远 我想的周全 而且这样子的金钻单股 就是未来你最大波段获利 逆转胜的唯一机会 说穿的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手上不要那么多股票吧 很难照顾啊 当大盘跌的时候 你20档股票 可能有15档股票都在跌啊 好好面对自己的问题 好好面对去解决 中华民国一百零三年 二零一四年 你不趁着服帽卡关 你不趁着美国这边的利空 这样子好的金钻单股 你不趁着这个时候 有利空打下来 用最低的成本去承接他 未来创造最大的波段暴力的话 我告诉各位 我在跟各位讲什么也都没有用 讲什么都是白讲 所以说面对你的问题 你面对问题 你让我把电话拨通 你就会这样子 我想我操作个股的波段获利 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信用 希望投资朋友们好好把握 孔祥词的金钻单股 非常时期 关键时刻精挑细选 我今天特别降低门槛 让没有赚钱的 还有想未来赚更多钱的 我带给你们优先卡位 但是怎么样 只有十个名额 好好把握 这十个名额 就会创造你逆转生的机会 好 这个大盘分析 包括了各股方面的产业的推导分析 还是要请大家 其实锁定明天下午的股市盛首了 我是瑞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